近日俄乌局势持续升温 多个国家决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其中有些打破长期奉行的原则 如欧盟成员国芬兰 有些打破了不像处于战争状态国家提供武器的准则 如瑞典 而德国则打破传统禁区 不但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而且与禁止向作战区出口致命性武器的政策决裂 而欧盟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出资购买军火源驻他国 不仅如此 就在美国带头后 多个国家也已经宣布将制裁俄罗斯 3月2日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记者会 有记者提问称 中国会不会持续购买俄罗斯的天然气 目前西方国家都在制裁俄罗斯 中国坚持与俄罗斯开展正常贸易 将对中方产生何种影响 对此 汪文斌明确指出 我愿重申 中方坚决反对任何非法单边制裁 制裁从来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有效途径 只会给相关国家的经济和民生 带来严重困难 进一步加剧分裂和对抗 我们要求有关方面在处理乌克兰问题和对俄关系时 不得损害中方和其他方面的正当权益 中俄双方将继续本折相互尊重 平等互利精神开展正常贸易合作 3月1日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应约同乌克兰外长库列巴通电话 王毅表示 乌克兰局势急剧变化 中方对乌俄爆发冲突感到痛惜 对平民受到伤害极为关注 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是公开透明和一贯的 我们始终主张尊重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针对当前危机 中方呼吁乌俄通过谈判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支持国际上一切有利于政治解决的建设性奴隶 中方始终认为 一国安全不能以损害他国安全为代价 地区安全不能以扩张军事集团来实现 王毅强调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在乌中国公民安全状况 每时每刻牵挂着他们的安危 在乌中国公民都是中乌友好的使者 都是乌克兰人民的朋友 中方撤离在乌留学人员及侨民的进程正在推进 感谢乌方的知识配合和乌社会各界的友好帮助 中方赞赏乌方开设外国侨民撤离专列 这符合国际人道主义精神 希望乌方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确保在乌中国公民安全 并继续为中国公民撤离提供保障和便利 今天到这次贵地 非常非常忌 Mon Pag